我們上次講到衛星的軌道 基本上出發點的簡單講 你可以這樣想像 假設你在高山上 如果說你發射一個大砲 你的初速度很慢的時候 它是一個泡路線類 不要三角下 假設你的速度夠快的話 你可以發現它越打越遠 假設你今天操作有什麼特定的速度 我們上次講這個區域 你超過某個速度之後 它一直要往下掉 可是掉下來的速度 跟地球彎曲的程度 是差不多的 這時候它就會環到整個地球去做軌道運動 基本上這就是所謂衛星 假設我們今天要去考慮一下 這個衛星它到底飛行的速度要多少時候 我們怎麼去考慮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這個被考慮非常簡單 第一個 衛星環到這個地球 衛星要環到這個地球 它在做這個圓周運動的時候 第一個它必須要有一個象星環 對不對 那象星環它的公式是R分是M0平方 那這象星環由誰提供呢 由萬油引力去提供 所以呢 象星環是R分是M0平方 那提供者是誰 就是這兩個之間的萬油引力 所以我們由這個公式去出發 我們就得知道它的這個 環到它的這個軌道的周期跟軌道的速度 那這個公式呢 你把R跟R削一削 M跟M削一削 把開根到移過來 我們就知道環到地球所需要的軌道速度呢 好 那這個呢 我最喜歡軌道的這個軌道 那這個軌道的那個周期呢 那如果我們知道它的軌道速度的話 是我們就會存放在到一個圓圓上面 那這個呢 我們已經borne經過了 那第二個呢 那環到輪造的這個周期呢 那我們知道它軌道的速度的話 那這個軌道的速度呢 另外一點,這個軌道速度還會有這個距離R有關 當你的這個距離越遠的時候 你所需要維持這個軌道的速度就會越低 所以呢,你當年靠近你小時候,你要拼拼的繞 那越遠就越不需要這麼的快 所以你可以透過調整這個同步衛星的高度來調整它整個速度 讓它能夠怎麼樣,跟地球的轉速是一致的 那第二個呢,當然說這個調整個速度還要改整個周期 我們來看一件事情 這個軌,這個衛星環道地球的周期 周期可以寫成,我就整個圓周長是2P 這軌道的整個圓多少是2P 那整個長度呢,除上它的速度就是時間 那所以呢,這樣除起來就是一個周期 所以呢,2P除上什麼軌道速度跟跟號R分Gm 那下面跟號,下面也有一個R分之一 然後呢,這上面有R,所以我們兩個合在裡面的R三塊開跟號 那這裡有個跟號Gm 那這個式子呢,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 假設呢,你把這個Z整個式子呢,把它取平一下 你覺得要P0方等於Gm分之4P0方R三方 不能夠,因為這幾個都是長數,會有一定長數 M是地球的質量,那個P也是長數 所以,你會想P0方正比於Kr三方 那這個整個T0方正比於Kr三方就是Kr二的第三定律 Kr二的形成運動定律知道嗎? 有學過嗎? 有學過嗎? 有學過啦 有學過啦 Kr二的形成運動定律 好,OK 那再來呢,就是所謂的失重的這個狀況 好,那我們其實上次有講到 在軌道中,你會感覺到這個 會有重量一樣,會飄在空中 對不對? 那事實上,假設我們在軌道 穩定的軌道中,去做飄浮的時候呢 因為穩定的軌道在運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是飄著的 那事實上,它不是飄浮 它是一直在做自由落體 一直在做自由落體 只是呢,這個自由落體呢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落下去的,因為一邊往前進一邊往下落 落下去的曲率的力就是一樣 所以永遠都不下來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情況呢,也很像什麼 電梯懶整路,突然看不掉 這個蠻恐怖的那個樣子 那,這個有一家公司 有一家飛機公司 它也可以去讓你玩自由落體 對不對?它會飛到這個三萬英尺的高空 然後呢,它會做時速的下降 好像我記得有一兩分鐘的時間 讓你去玩 在這飛機的玩自由落體 我剛剛的影片 如果花錢的話 它會帶你去玩自由落體 而且是真的在空中自由落體 所以飛機飛上去 然後到達五幣高度之後 它關掉以前它自由落下來 那這段期間呢 人就可以在機場裡頭漂浮 假設你有錢的話 可以玩這個遊戲 那未來更有錢的話 這個當然就是去太空站去玩的啦 OK 好 因為呢 其實你看 剛剛我講的飛機飛上去 它掉下來的時候 為什麼你感覺你浮在空中 因為呢 你的飛機往下掉 你人在飛機裡頭 你也往下掉 大家一起往下掉 所以大家沒有強烈運動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在往下掉的過程中呢 你在裡頭 你好像可以自由移動 沒有受到任何力的影響 沒有像重力硬把你牢牢吸在飛機的底部 所以呢 看起來呢 不是一個失重的一個狀況 好 那第二個呢 在失重的狀況下呢 你要去取一個物體呢 因為呢 大概同時都用同樣的加速度落下 所以彼此也沒有任何加速度差 也沒有任何速度差 所以呢 你去推動物體的時候呢 你要抵抗的呢 沒有在 不是在抵抗重力的影響 你抵抗的呢 是物體本身的質量 我們有講過 質量是什麼 物體抵抗它本身速度的改變 對不對 一種量子 所以呢 你去舉東西 這個 你在失重狀況下 去推動器 你不是說它完全沒有這個質量 這跟我一般概念不一樣 很多人以為在跳過公司舉東西 沒有質量 上天講過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跳它會傳到的就變種了 對不對 所以不是那個樣子 你還是要克服它的質量 但是 你不用抵抗重力的影響 你就是不用抵抗重量 好 OK 那這個失重狀況下 會有一個概念 好 所以呢 第六章呢 我們就上完了啦 那 上次有跟東京講一個影片 我給大家看一下 好 來 這個 有兩個影片 第一個影片 第一個影片 就是 在2012年 這個 GoPro 跟這個 Red Blue 他 這個 還有這個 美國的這個 拉薩 他們支持了一個人 這個人 這個 叫做 那個 Finis Finis 那 Finis這個人 其實來過台灣 我不知道你們在小時候有沒有印象 有一個狂的從101上 跳繩跳下來有沒有 飛到旁邊的建築物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什麼新聞 那個人就是這個人 那 他呢 這個 從太空上 跳下來 我直接從三分鐘開始 他是做這個 這個 氣球 他一邊跳 我一邊說 他是做的 這個海氣球一直升公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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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到 三萬九千公尺 就是在外太空的邊緣 然後呢 他身穿了這個太空裝 這個太空裝 還沒有設計過 因為等一下 他會破音速飛行 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個 那個人 那 他 氧氣球也只有十分鐘 所以他一定要儘快的落下 不然就 就窒息而死了 OK 好 那 基本上呢 他 這個試驗很簡單 為什麼他跟外套飛人上車講過了 萬一一天太空船 或者是 這個太空站 不行了 怎麼辦 你總不能派飛去上去 就來不及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測試 有沒有辦法自己跳傘跳下來 跳的地表 有看到這個影片嗎 沒有 你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他會破音速 好 那你看 這是地表的兩個 兩個一個標誌 其中就 他跳下來 那 還有一個太空畫面鏡在看他跳 跳下去 你下來看 你看下去的高度 就是四萬九千公尺的高度 跳下去 開始自由落體了 他在這裡 不是那麼清楚 這個白點有沒有看到 他剛才跳到一半的時候 他那時候有點危險 為什麼 因為他跳下去之後 只是他也沒辦法控制 一直在旋轉 這一開始還好 在過一半開始 一直在旋轉 你看他現在速度 每小時 八百多公里 現在是速 九百多公里 一千 我記得是一千 一百多公里 過一速 這個 這個有點暗暗對不對 看不到他在哪裡 在這裡 來 這個 過音速 然後這個老人 這個老人 是他的跳傘的老師 他在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遞造了這個 後來就沒有人破拉紀錄了 最高空跳傘的紀錄 你看他現在旋轉有沒有看到 他沒辦法控制他的姿態 其實這樣是蠻危險的 因為他要整個人 鋼鐵人看過吧 飛行後 你總不能在那裡亂轉 對不對 那就是 失速了 他要跟他控制住了 他就這樣跳下來 OK 所以 因為他控制住 大家趕快掌聲鼓勵一下 好 那 這個 OK 他跳下來真的一分三十 現在一分三十幾秒 那個 破音速的時候 他會有那個音障 他周圍會有那個 水聲 類似水聲 但他又夠高空 所以看不到 看不清楚 不然他會有一下 閃一樣在身體 那個展開 好 好 這個比完大怒神還要那個 還要刺激對不對 蛤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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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就是他的老師 八十幾歲了 他跳上的老師 不是叫他老師 之前的時間紀錄是他 1967年創的 所以他一看那個馬表 就要看馬表 因為 他看他有沒有過的紀錄 現在已經跳了快兩分半了 還在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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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氧氣還剩下六分鐘 氧氣還剩六分鐘 那 其實呢 這個他有那個 直接他頭盔上的那個影像 頭盔上的那個影像 來 我們看 其實他落地的時候很漂亮 落地的時候很漂亮 快一點 快一點 不是 不是摔得很漂亮 對 他應該要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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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如果你沒有這個裝備 你可能身體就燒焦了 你光是飛下來 溫室 對不對 摩擦 空氣的摩擦 就燒焦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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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拉他拉3 4分多鐘 快快轉一下 已經 會放地面了 看到會做到地面 好 這個 這個而且他可以控制的方向 控制的方向 最後他就 我看看 好 OK 快一點 你看他落地 你很難想讓他從 太空跳下來的 他落地非常的輕鬆 就好像在那個 走路一樣 你自己看 而且沒有 你看 有沒有 很輕鬆嘛 對不對 好 這是一個 齁 所以這個 這個 你不要覺得這些人 齁 很很很很 很很很很很 很很 很 人家這是有他的科學目的 齁 所以你可以想看一件事 萬一 假設 在飛機上 飛機爆胎了對不對 你有沒有辦法從飛機上 跳傘下來 撥下來 那第二個 就更瘋狂了啦 這個呢 他高度跳傘 完全沒有在降落傘 你看這一個 真的是不在降落傘跳下來的 只有落地 好 大家都跳下來只有他自己沒有降落傘 那你不用期待 再給大家看到肉屏的畫面 這個是 25000英尺 這英尺 比較短一點 好 他下面有安全網 他要掉到安全網上面 如果裡面有掉到安全網上面 現在下場這個 就很淒慘了 原來大家都 這樣做傘 他沒有 他是真的沒有 他的camera 你看 他坐在這個點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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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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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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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